我不後悔 我為何要後悔 在網上用偷形容 偷一顆糖 都是我坐的 還有什麼是對的 最近在Facebook上 一張由一間叫太然的泰式按摩店 發布的女生背影相 引起網民熱議 相中的女生 拿著一袋 他載著一堆熱狗糖的透明膠袋 走進入電梯 而這張照片 一夜之間吸引超過2000個留言 每顆糖引發公關災難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引發事件的源頭 其實是按摩店老闆發布這張照片的同時 附上一段寸爆留言 李小姐 可否尊重我們 沒有拿透明膠袋可以嗎 如果你真的喜歡吃的話 跟我同事說一聲 我一定會讓你拿回家 怎樣也好 我也要謝謝你 謝謝你 這個公開客人行為的帖 引起網民熱烈討論 不過網民反應兩極 有人覺得老闆不著 還以為糖霜金 拿幾顆糖都被人公審 但也有人為老闆抱不平 說這位李小姐 有錢按摩沒錢買零食 網民的爭拗不斷 按摩店老闆還在當晚開Live 解話 其實我是有CCTV 如果我要播放 我為何不放正面 我根本就不想放 不過老闆這樣做似乎未能平息事件 星島申訴王就找來這位老闆 趁至為事件解話 我們公司的店舖 都會有Patch 免費提供小食、飲品 給所有客人 不前外帶的 只是糖質而已 我們也有提示到 食物是不可以帶走的 其實在去年的開始 我發現 部分客人是有帶走的情況 部分客人是令得很誇張 甚至乎用空間藍來搬 是客人應到的 他走來告訴我 為何他可以拿走 我們不行 不公平 這次這個事件 因為我已經在網上說了很多次 也有很多網民說 公開他 公開他就是警惕 其實我也考慮過 我不抱上來 但不抱上來 沒有了客人 你拿我不要用透明袋 我們很多人看到 客人都看到 你不尊重我 你拿個透明袋 他撞我的東西 我的項目就是在透明袋裡 你說我 都投給他出來 這只不過我想做一個檢情而已 我要對我的 雙方面的客人 都要有一個交代 不是要攻擊 壓力小姐 所以如果再說下去 有很多客人 說我 你這麼少會 那顆跑去保護警 我這樣 我就影響了他 不照舊不變 就有事發生 我一樣跟客人說 如果你要拿走 你發聲給同事聽 你大量告訴我 我也是整盤整盤 幫他們進行 事件引發軒然大波 老闆就說了他的原因 你們又怎樣看 大家不妨留言討論一下